记者年相晚台北报道,侯佩曾推出有声书为爱朗读销售破万本,登上红书销售冠军,他日前和小儿科医师黄聪宁许办对谈讲座,分享育儿心路历程,15年铁粉带着孩子,坐在台下,感动到盆泪,他透露三岁多大儿子,眼精力旺盛,常找他玩追赶游戏,但他体力不如以往,会跟儿子说你可以假装我追你, 然后你假装再跑回来,用偷懒的方式溜小孩,他笑喊大儿子,平时最爱角色扮演,先前他带着儿子去探望生病的曾祖母,孩子就带着医师包,假装自己是医生,还跟阿祖说,阿聚,你不要担心,你没事,很快就好了,小小童心让长辈听了超温暖,在场有读者询问,现在正在怀孕当中, 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妈妈,他听完也暖心开导,表示自己当妈后,都是边做边学习,养育孩子过程,也会遇到不少未知状况,现在他都能平常心看待,这当作是种惊喜,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,后配曾举办讲座,与小儿科医师黄聪明对谈,施暴提供。